弟子归 总序 弟子归 圣人训 守孝替 赐锦信 犯爱众 而亲人 有余力 则学文 一解 弟子归这本书是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 而编程的生活规范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 要做到孝顺父母 友爱兄弟姐妹 其次 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 要小心谨慎 要讲信用 和大众相处时 要平等博爱 并且亲近有人德的人 向他学习 以上都是日常生活起居 必须要做到的事 做到了之后 还有多余的时间精力 就应该好好地学习 六亿等其他有益的学问 入则孝 父母呼应物缓 父母命行物懒 父母叫需静听 父母则需顺程 一解 父母呼唤应及时回答 不要慢吞吞地回应 父母有事交代 要立刻去做 不可推脱敷衍 或偷懒泄责 父母教导我们 做人处事的道理 是为了我们好 应该恭敬地聆听 做错了事 父母责备教诫时 应当顺从接受 不可顶嘴强辩 使父母亲生气 伤心 冬则温 夏则静 沉则醒 昏则定 出臂固 反臂面 居有长 业无变 一解 侍奉父母要用心体贴 二十四孝中九岁的黄香 为了让父亲能安睡 冬天寒冷时 会为父亲温暖被窝 夏天睡前 会帮父亲把床破山凉 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每天早晨起床之后 应该先探望父母 并向父母请安问好 傍晚回家之后 要将今天生活上发生的事 告诉父母 向父母报平安 使父母放心 出门前 去告诉父母要去哪里 回家后 也要当面 禀报父母 让父母安心 平时生活起居 要合乎常规 做习要保持规律 不要任意改变 以免父母忧心疑虑 事虽小 物善为 狗善为 子盗亏 物虽小 物思藏 狗思藏 亲心伤 一姐 纵然是小事 也不可以任性而为 不向父母禀告 如果因此 而让父母担心 更是不孝的行为 有损为人子女的本分 别人的物品最小 也不可以私自藏为己有 如果私藏 品德就有缺失 会很伤父母的心 亲所好 立位聚 亲所悟 谨未去 身有伤 疑亲忧 得有伤 疑亲修 亲爱我 孝何难 一姐 父母亲所喜好的东西 应该尽力去准备 父母亲所厌恶的事物 要小心谨慎地去除 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轻易使身体受到伤害 让父母亲忧虑 要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 不可以做出伤风败德的事 使父母亲蒙受耻辱 当父母亲喜爱我们的时候 孝顺 是容易做到的事 可是当父母亲 气恼我们 或者管教过于严厉的时候 我们 也要一样孝顺 而且 还要能够自己 反省 体会父母的心意 努力改过谦善 这种孝顺的行为 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亲友过 见始更 怡无色 柔无声 见不入 岳父见 豪气随 踏无悦 一节 父母亲有过错的时候 应婉转劝谏 使他们改过向善 劝谏时 态度要诚恳 语气要温和 并且和颜悦色 如果父母不听归劝 要耐心等待 遇到适当时机 在父母情绪好转 或是高兴的时候 再加以劝谏 如果父母仍然不接受 甚至生气 此时 即使痛哭流涕 也要恳求父母改过 纵然被责打 也无怨无悔 以免献父母 以免献父母于不义 使父母一错再错 筑成大错 亲友吉 药仙长 昼夜室 不离床 桑三年 长杯夜 居处便 酒肉绝 桑尽礼 既进城 是死者 如是生 一节 父母亲生病时 子女应当 尽心尽力地照顾 一旦病情沉重时 更要昼夜服事 片刻不离开 父母去世之后 守校期间 古礼三年 要常常追思 感怀父母教养的恩德 自己的生活起居 必须调整改变 不能贪图享受 应该解决酒肉 办理父母亲的丧事 要挨妻 合乎礼节 不可草率马虎 也不可以为了面子 铺张浪费 才是真孝顺 击败已经去世的父母时 应真心诚意 如同生前一样恭敬 出则涕 凶道友 地道公 兄弟母 孝在中 财务卿 怨和声 言于忍 愤自民 一姐 当兄姐的 要有爱弟妹 做弟妹的 要恭敬兄姐 兄弟姐妹 能和睦相处 一家人和乐融融 父母自然欢喜 孝道 就在其中了 与人相处 不斤斤计较财物 怨恨 就无从生气 说话能够包容忍让 多说好话 不说坏话 忍住气话 不必要的冲突和怨恨 就自然消失 不会发生了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长呼人 急待教 人不在 急急到 一姐 良好的生活教育 要从小培养 不论用餐 就坐 或行走 都应该 谦虚礼让 长幼有序 让年长者优先 年幼者在后 长辈有事呼唤人 应代为传唤 如果那个人不在 应该主动去询问 有什么可帮忙的 不能帮忙时 则代为转告 称尊长 物呼名 对尊长 物献能 陆寓长 急驱一 长无言 退公立 骑下马 乘下居 过游带 百步鱼 一姐 称呼长辈 不可以 直呼姓名 在长辈面前 要谦虚 有礼 不可以炫耀 自己的才能 路上 遇见长辈 应向前问好 长辈 没事时 即 恭敬 退后 站立一旁 等待 长辈 离去 古礼 不论骑马或乘车 路上遇见长辈 均应下马或下车问候 并等到长者离去 约百步之遥 才可以离开 献解 不论骑车 或乘车 路上遇见长辈 若方便停车 应下车问候 并询问 是否需要搭便车 若长辈要离去 则牧师长辈离去 约百步之遥 才可以离开 这是敬老尊贤的表现 长者立 幼物坐 长者坐 命乃坐 尊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禁必驱 退必迟 问起对 事物疑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一解 与长辈同处 长辈站立时 晚辈应该陪着站立 不可以自行就坐 长辈 长辈坐 坐 吩咐坐下 才可以坐 与尊长交谈 声音要柔和适中 但回答的音量太小 让人听不清楚 也是不恰当的 有事要找尊长时 应快步向前 离去时 必须稍慢一些 才合乎理解 当长辈问话时 应当专注 聆听 眼睛不可以东张西望 左顾右盼 对待叔叔 伯伯等 父职辈尊长 要如同 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 孝顺恭敬 对待同族的兄长 如堂兄姐 表兄姐 要如同 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 有爱尊敬 谨 朝起早 夜眠迟 老易智 喜此时 沉碧冠 尖树口 便尿回 折净手 一解 每天应早起 把握光阴 及时努力 若经常晚睡 甚至熬夜 不但对身体不好 也影响白天 正常的作息 岁月不带人 青春要珍惜 所谓 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伤悲 早晨起床后 必须先洗脸 刷牙 漱口 使精神清爽 让一天 有一个好的开始 大小便后 一定要洗手 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 才能确保健康 官必正 扭必结 挖鱼旅 聚谨窃 置官服 有定位 物乱顿 置污秽 易姐 要注重服装 服装仪容的整齐清洁 戴帽子要端正 衣服扣子要扣好 袜子穿平整 鞋带 应细紧 以免被绊倒 一切穿着 以稳重端庄为仪 回家后 衣 帽 鞋袜 都要放置定位 以免造成脏乱 要使用的时候 有便寻不着 衣贵节 不贵华 上寻分 下乘家 对饮食 物减则 食事可 物过则 年方哨 物饮酒 饮酒醉 醉为醜 易姐 穿衣服需注重整洁 不必讲究昂贵 名牌 华丽 穿着 应考量自己的身份 及场合 更要衡量家中的 经济状况 才是持家之道 日常饮食 要注意营养均衡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肉 不要挑食 不可以偏食 三餐 常吃八分饱 避免过量 以免增加身体的负担 危害健康 饮酒 有害健康 青少年 要遵守法律规定 未成年以前 不可以饮酒 成年人饮酒 也不要过量 喝醉时 风言风语 丑态必漏 会惹出许多是非 不从容 力端正 一身缘 拜恭敬 物见欲 物避矣 物积聚 物摇臂 意解 走路时步伐 应当从容稳重 不慌不忙 不缓不急 站立时要端正 抬头挺胸 精神饱满 不可以弯腰驼背 垂头丧气 问候他人时 不论鞠躬或拱手 都要真诚恭敬 不能敷衍了事 进门时 不要踩在门槛上 站立时 身体也不要歪歪斜斜的 坐的时候 双脚不要向外 任意伸展 更不可以随意抖动 这些都是很轻浮 傲慢的举动 有失君子风范 缓接连 物有声 宽转弯 物处冷 直虚气 如直营 入虚事 如有人 事物忙 忙多错 物为难 物侵略 逗闹场 绝物尽 斜辟事 绝物问 易解 进入房间时 不论接帘子或开门 动作都要轻缓 避免发出声响 走到转角处时 应小心慢行 以免撞到墙角 或物体的棱角而受伤 拿空的容器时 要像里面装满东西一样 小心谨慎 以免摔碎打破 进入无人的房间 也要像有人在一样 不可以随便 做事不要急急忙忙 慌慌张张 因为忙中容易出错 不要为苦怕难 而犹豫退缩 也不给草率敷衍 应付了事 凡是容易发生争吵 打斗的不良场所 如赌博 色情等是非之地 要拒绝涉入 以免受到不良的影响 一些邪淫荒诞的事 也要禀绝不听 不看 不要好奇地去追问 以免污染了善良的心性 将入门 问熟存 将上堂 生必扬 人问谁 对以明 无与我 不分明 用人物 须名求 躺不问 急为偷 借人物 急时还 后有急 借不难 易姐 要进入别人家之前 您先问 有人在吗 不要冒冒失失就跑进去 进入别人家的客厅之前 您先提高声音询问 让屋内的人知道有人来了 如果屋里的人问 是谁啊 应该回答我们的名字 而不是光喊 我 我 让人无法分辨你是谁 借用别人的物品 一定要事先讲明 请求允许 如果没有事先征得同意 擅自取用 就是偷窃的行为 借来的物品 要爱惜使用 并准时归还 以后若有其用 再借就不难 信 信 凡出言 信为先 乍与忘 稀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为其事 物宁巧 兼巧语 会乌词 事景气 窃借之 一解 开口说话 诚信 为先 答应他人的事情 一定要遵守承诺 没有能力做到的事 不能随便答应 至于欺骗 或花言 巧语 更是万万不可 话多 不如话少 话少 不如话好 说话 要恰到好处 该说的就说 不该说的 绝对不说 一生处事 应该 谨言慎行 谈话内容 要实事求是 所谓词 答而已已 不要说 花言巧语 产言魅语 奸诈取巧 粗俗污秽的话语 街头无赖 粗笔的语气流席 都不可以沾染 见未真 勿轻言 知未敌 勿轻喘 是非已 勿轻诺 苟轻诺 尽退错 凡道字 众且疏 勿及及 勿模糊 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显管 意解 任何事情 在没有看到真相之前 不要轻易发表意见 对事情了解得 不够清楚明白时 不可以任意传播 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不合义理的事 不要轻易答应 如果轻易允诺 到时做不到 会使自己进退两难 一解 讲话时 口齿要清晰 咬字要清楚 慢慢讲 不要太快 更不要 更不要语意不清 遇到有人 再说三道四 听听就算了 要用智慧判断 不要轻易受别人影响 与自己无关的事 不要去干涉 以免介入别人 不必要的是非 见人善 即思其 纵去远 以见机 见人恶 即内省 有则改 无家景 一解 看见他人的义德善行 要立刻想到去学习看齐 纵然目前能力相差很多 也要下定决心 逐渐赶上 看见别人有邪私恶行 要反攻自行 见到自己是否也有这些缺失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唯德学 唯才义 不如人 当自立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期 一解 每个人都应当重视自己的品德学问 和才能技艺的培养 如果觉得有不如人的地方 应当自我替力 奋发图强 至于外表穿着 或者饮食 日用 不如人时 则不必放在心上 更没有必要 感叹自卑 闻过怒 闻过怒 闻欲乐 损有来 亦有却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 质量是 见相亲 一解 如果听到别人说自己的缺失就生气 听到别人称赞自己就欢喜 那么一些损友就会来接近你 真正的良朋异友 反而逐渐疏远 退却 如果听到他人的称赞 不但没有得意忘形 反而会反攻自行 唯恐做得不够好 继续努力 当别人批评自己的缺失时 不但不生气 还能欢喜接受 那么正直诚信的人 就会渐渐喜欢来亲近你了 无心非 明为错 有心非 明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唐掩饰 曾亦孤 一解 无心之过 称为错 若是明知故犯 有意犯错 便是罪恶 知错能改 是勇者的行为 错误自然慢慢地减少 消失 如果犯了错 还刻意去掩饰 那就是错上加错 罪加一等了 犯爱 凡是人 皆虚爱 天同父 地同在 一解 只要是人 就是同类 不分族群 人种 性别 宗教信仰 皆因 相亲相爱 同是天地 所化育 负在的 应该不分你我 互助合作 才能维持这个 共生共荣的 生命共同体 性高者 名字高 人所重 非貌高 财大者 妄自大 人所福 非言大 一解 德性高尚者 名妄自然高兴 大家所敬重的是 他的德性 不是外表容貌 有才能的人 处理事情的能力 卓越 声望 自然不凡 然而人们所欣赏 佩服的 是他的 处事能力 而不是因为他 善于夸耀 即有能 物自私 人所能 物清之 物产妇 物交贫 物厌固 物喜心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华扰 一解 当你有能力 可以为众人服务的时候 不要自私自利 只考虑到自己 舍不得付出 对于他人的才华 应当学习 欣赏 赞叹 而不是批评 嫉妒 毁谤 不要去讨好 巴结 富有的人 也不要在穷人面前 骄傲自大 或者轻视他们 更不可以喜心厌旧 对于老朋友 或旧事物 要珍惜 对于新朋友 或新事物 不要贪恋 当别人正在忙碌的时候 不要去打扰他 当别人心情不好 或身心欠安的时候 不要闲言闲语 去干扰他 增加他的烦恼 与不安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思 切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知 欲思免 欲思免 阳人恶 即是恶 急之甚 祸且作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两窥 一姐 别人的缺点 不要去揭穿 别人的隐私 切记去张扬 一姐 赞美他人的优点 或善行 就是行善 当对方听到你的称赞之后 必定会更加勉励行善 张扬他人的过失或缺点 就是行恶 如果指责批评太过分了 还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朋友之间 应该互相归过劝善 共同建立良好的品德修养 如果有错不能互相归劝 两个人的品德都会有缺陷 凡取雨 贵分小 雨宜多 取宜少 江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急速已 恩欲报 怨欲望 抱怨短 报恩长 一解 财务的取得或给予 一定要分辨清楚明白 宁可多给别人 自己少拿一些 才能广结善缘 与人和睦相处 要将事物 加到别人身上 或要托别人 做事之前 先要反问自己 如果换成事物 我愿意吗 如果连自己都不愿意 就要立刻停止 受人恩惠 要记得报答 别人有对不起自己的事 应该宽大为怀 把他忘掉 怨恨不平的事 不要记在心中太久 过去就算了 别人对我们的恩德 则要铭记在心 感恩不忘 长思报答 待避仆 身贵端 虽贵端 辞而宽 侍服人 心不然 礼服人 方无言 意解 对待家中的婢女与仆人 要注重自己的品性端正 并以身作则 虽然品性端正很重要 但是仁慈宽大 更可贵 如果仗事强逼别人服从 对方难免口服 心不服 唯有以礼服人 别人才会心悦成福 没有怨言 亲人 同事人 泪不起 留俗众 人者兴 果仁者 人多味 言不惠 色不昧 能亲人 无限好 得日尽 过日少 不亲人 无限害 小人 百事坏 一解 同样是人 善恶邪正 心智高低 却是良又不齐 受风气流俗影响了人多 人辞宽厚的人少 如果是真正有人得的人 大家自然敬畏他 因为他说话公正无私 没有隐瞒 又不讨好他人 所以大家自然会起敬畏之心 一解 能够亲近人德的人 向他学习是很幸运的事 因为他会使我们的德性 一天比一天进步 过错也跟着一天天减少 如果不肯亲近人人君子 就会有无穷的祸害 因为不孝的小人 会趁虚来接近我们 日积月累 我们的言行思想 都会受到不良的影响 甚至使整个人生 走入错误的方向 余地学文 不利行 但学文 涨浮华 成何人 胆利行 不学文 认己见 魅力真 一解 不能身体力情 孝 剃 紧 信 犯爱重 亲人 这些本分 一位死读书 纵然有些知识 也只是增长自己浮华不实的习气 变成一个不切实际的人 如此 读书又有何用 如果只是谨守教诲 却不肯读书学习 就容易因不明事理 而以自己的偏见形式 造成错误而不自知 这也是不对的 读书法 有三道 有三道 心眼口 信接药 方读此 物目笔 此味中 笔物起 宽为限 紧用功 功夫道 智色通 心有疑 随闸记 旧人问 求确议 一解 读书的方法要注重三道 眼道 口道 心道 三者缺一不可 如此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研究学问要专一专精 才能深入 不能这本书才开始读没多久 又新陷其他的书 想看其他的书 这样永远也定不下心 把一本书好好深入读通 必须把这本书读完 才能再读另外一本 在订定读书计划的时候 不妨宽 不妨宽松一些 实际执行时 就要加紧用功 严格执行 不可以懈怠偷懒 日积月累 功夫深了 原先挚爱不通 困顿疑惑之处 自然而然 都迎刃而解了 求学当中 心里有疑问时 应随时笔记 一有机会 就向梁师一有请教 务必确实明白 他的真意 防势轻 强必静 机案节 笔验证 墨摩篇 心不端 字不静 心先病 列点疾 有定处 独看壁 还原处 虽有疾 眷数其 有缺坏 就补之 非圣书 秉悟事 必聪明 坏心智 悟自报 悟自弃 胜与贤 可寻智 一节 书房 要整理 清洁 墙壁 要保持 干净 读书时 书桌上 笔 墨 纸 燕等文具 要摆放 整齐 不凌乱 触目 所及 皆是 井然有条 才能静下心 来读书 古人 古人写字 使用毛笔 先要磨墨 如果心不在焉 墨就会磨偏了 写出来的字 如果歪歪斜斜 就表示你浮躁不安 心定不下来 书本应该分门别类 排列整齐 放在固定的位置 阅读完毕 需归还原处 虽有急事要离开 也要把书本收好 再离开 书本是智慧的结晶 有缺损 就要修补 保持完整 不是传述圣贤言行的著作 以及有害身心健康的 不良书刊 都应该摒弃不看 以免身心受到污染 智慧遭受蒙蔽 心智变得不健康 遇到困难或挫折的时候 不要自暴自弃 也不必愤世疾俗 怨天尤人 应该发愤向上 努力学习 圣贤境界虽高 循序渐进 也是可以达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也不可以任性而为 不向父母禀告 如果因此而让父母担心 更是不孝的行为 有损为人子女的本分 别人的物品最小 也不可以私自藏为己有 如果私藏 品德就有缺失 会很伤父母的心 亲所好 立位聚 亲所悟 谨未去 身有伤 宜亲忧 得有伤 宜亲修 亲爱我 孝何难 请憎我 孝方贤 一解 父母亲所喜好的东西 应该尽力去准备 父母亲所厌恶的事物 要小心谨慎地去除 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轻易使身体受到伤害 让父母亲忧虑 要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 不可以做出伤风败德的事 使父母亲蒙受耻辱 当父母亲喜爱我们的时候 孝顺是容易做到的事 可是当父母亲气恼我们 或者管教过于严厉的时候 我们也要一样孝顺 而且还要能够自己反省减点 体会父母的心意 努力改过千善 这种孝顺的行为 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亲友过 见史更 宜无色 柔无声 见不入 岳父见 豪气随 踏无悦 一解 父母亲有过错的时候 应婉转劝谏 使他们改过向善 劝谏时 态度要诚恳 语气要温和 并且和颜悦色 如果父母不听归劝 要耐心等待 遇到适当时机 在父母情绪好转 或是高兴的时候 再加以劝谏 如果父母仍然不接受 甚至生气 此时 即使痛哭流涕 也要恳求父母改过 纵然被责打 也无怨无悔 以免献父母于不义 使父母一错再错 住成大错 亲友吉 要先尝 昼夜室 不离床 桑三年 长杯夜 居处变 酒肉绝 桑尽礼 寄尽城 誓死者 如是生 一届 父母亲生病时 子女应当 尽心尽力地照顾 一旦病情沉重时 更要昼夜服侍 片刻不离开 父母去世之后 弟子归 总续 弟子归 圣人训 守孝涕 赐锦信 犯爱重 而心人 有余力 则学文 一解 弟子归这本书 是依据至圣先师 孔子的教诲 而编程的生活规范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 要做到孝顺父母 友爱兄弟姐妹 其次 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 要小心谨慎 要讲信用 和大众相处时 要平等博爱 并且亲近有人德的人 向他学习 以上都是日常生活起居 必须要做到的事 做到了之后 还有多余的时间精力 就应该好好地学习 六亿等其他有益的学问 入则笑 父母呼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揽 父母叫需静听 父母则需顺承 一节 父母呼唤应及时回答 不要慢吞吞地回应 父母有时交代 要立刻去做 不可推脱敷衍 或偷懒泄责 父母教导我们 做人处事的道理 是为了我们好 应该恭敬地聆听 做错了事 父母责备教诫时 应当顺从接受 不可顶嘴强辩 使父母亲生气伤心 东则温 下则静 沉则醒 荤则定 出臂固 反臂面 居有长 业无变 一节 侍奉父母要用心体贴 二十四孝中九岁的黄湘 为了让父亲能安睡 冬天寒冷时 会为父亲温暖被窝 夏天睡前 会帮父亲把床破山凉 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每天早晨起床之后 应该先探望父母 并向父母请安问好 傍晚回家之后 要将今天生活上发生的事 告诉父母 向父母报平安 使父母放心 出门前 去告诉父母要去哪里 回家后 也要当面禀报父母 让父母安心 平时生活起居 要合乎常规 做起要保持规律 不要任意改变 以免父母 以免父母忧心疑虑 事虽小 物善为 狗善为 子盗亏 物虽小 物思藏 狗思藏 亲心伤 一姐 纵然是小事 守校期间 古礼三年 要常常追思 感怀父母教养的恩德 自己的生活起居 必须调整改变 不能贪图享受 应该解决酒肉 办理父母亲的丧事 要哀妻 合乎礼节 不可草率 马虎 也不可以为了面子 铺张浪费 才是真孝顺 几百已经去世的父母时 应真心诚意 如同生前一样恭敬 出则替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目 孝在中 财务清 怨和生 言于忍 愤自敏 一姐 当兄姐的 要友爱弟妹 做弟妹的 要恭敬兄姐 兄弟姐妹 能和睦相处 一家人和乐融融 父母自然欢喜 孝道就在其中了 与人相处 不斤斤计较财物 怨恨就无从生气 说话能够包容忍让 多说好话 不说坏话 忍住气话 不必要的冲突和怨恨 就自然消失 不会发生了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长呼人 急待教 人不在 急急到 一姐 一姐 良好的生活教育 要从小培养 不论用餐 就坐 或行走 都应该 谦虚礼让 长幼有序 让年长者 优先 年幼者 在后 长辈有事 呼唤人 应代为传唤 如果那个人不在 应该主动去询问 有什么可帮忙的 不能帮忙时 则代为转告 成尊长 悟忽明 对尊长 悟陷能 陆域长 急驱一 长无言 退功力 骑下马 城下居 过游带 百步于 一姐 称呼长辈 不可以直呼姓名 在长辈面前 要谦虚有理 不可以炫耀自己的才能 路上遇见长辈 应向前问好 长辈没事时 即恭敬退后 站立一旁 等待长辈离去 古礼 不论骑马或乘车 路上遇见长辈 均应下马或下车问候 并等到长辈离去 约百步之遥 才可以离开 线解 不论旗帽 鞋袜 都要放置定位 以免造成脏乱 要使用的时候 又便寻不着 一贵节 不贵华 上询问 下乘家 对饮食 勿减则 时事可 勿过则 年方少 勿饮酒 饮酒醉 醉为丑 意见 穿衣服需注重整洁 不必讲究昂贵 名牌 华丽 穿着 因考量自己的身份 及场合 更要衡量家中的经济状况 才是持家之道 日常饮食 要注意营养均衡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肉 不要挑食 不可以偏食 三餐 常吃八分饱 避免过量 以免增加身体的负担 危害健康 饮酒 有害健康 青少年 要遵守法律规定 未成年以前 不可以饮酒 成年人饮酒 也不要过量 喝醉时 风言风语 丑态毕露 会惹出许多是非 不从容 力端正 依身缘 拜恭敬 物见欲 物避已 物积聚 物遥臂 意解 走路时 步伐 应当 从容 稳重 不慌 不忙 不缓 不急 站立时 要端正 抬头挺胸 精神饱满 不可以 弯腰駝背 垂头丧气 问候他人时 不论鞠躬 或拱手 都要 真诚恭敬 不能敷衍了事 进门时 不要踩在门槛上 站立时 身体也不要歪歪斜斜的 坐的时候 双脚不要向外 任意伸展 更不可以随意抖动 这些都是很轻浮 傲慢的举动 有失 君子风范 缓接连 物有声 宽转弯 物处冷 直虚气 如直营 入虚事 如有人 事物忙 忙多错 物为难 物侵略 逗闹场 绝物进 斜辟事 绝物问 一解 进入房间时 不论接帘子 或开门 动作都要轻缓 避免发出声响 走到转角处时 应小心慢行 以免撞到墙角 或物体的棱角 而受伤 拿空的容器时 要像里面 装满东西一样 小心行车 或乘车 路上遇见长辈 若方便停车 应下车问候 并询问 是否需要搭便车 若长辈要离去 则牧师长辈离去 约百步之遥 才可以离开 这是敬老尊贤的表现 长者力 幼物作 长者作 命乃作 尊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进必驱 退必迟 问起对 事物疑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一解 与长辈同处 长辈站立时 晚辈应该陪着站立 不可以自行就坐 长辈坐定以后 吩咐坐下 才可以坐 与尊长交谈 声音要柔和适中 但回答的音量太小 让人听不清楚 也是不恰当的 有事要找尊长时 应快步向前 离去时 必须稍慢一些 才合乎理解 当长辈问话时 应当专注聆听 眼睛不可以东张西望 左顾右盼 对待叔叔 伯伯等 父职辈尊长 要如同 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 孝顺恭敬 对待同族的兄长 如堂兄姐 表兄姐 要如同 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 有爱尊敬 紧 朝起早 夜眠迟 老易智 洗此时 沉闭灌 尖漱口 便尿回 折净手 一姐 每天应早起 把握光阴 及时努力 若经常晚睡 甚至熬夜 不但对身体不好 也影响白天正常的作息 岁月不带人 青春要珍惜 所谓 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伤悲 早晨起床后 必须先洗脸 刷牙 漱口 使精神清爽 让一天 有一个好的开始 大小便后 一定要洗手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才能确保健康 官必正 扭必结 挖鱼旅 聚谨窃 置官服 有定位 勿乱顿 置污秽 一姐 要注重服装 仪容的整齐清洁 戴帽子 要端正 衣服扣子 要扣好 袜子穿平整 鞋带 应细紧 以免被绊倒 一切穿着 以稳重端庄为仪 回家后 以免被终装 不疼 以免被终装 要扣抣 不疼 在 以免被终装